台湾现在正进入毛豆采收期 屏东县的新元乡 万丹乡的事业民众 会到田里头摘毛豆 打工赚外快 这是每天凌晨两点钟就要集合 然后再顶着大太阳工作12个小时 大约可以赚上400块钱 相当的辛苦 但是景气差 找不到工作 大家要说这份零工是及时雨 顶着大太阳 妇人带着小孙女 两人躲在遮阳闪下 这些毛豆 阿嬷忙得汗流夹背 小孙女也勤奋的帮忙 不只这位妇人 放眼望去毛豆田里 坐着四十几位的民众 各个戴帽党列羊 还有人没帽子 干脆用外套盖头 他们都是凌晨两点就起床 到田里集合摘毛豆 忙了十二个小时 赚四百多元 还有失业夫妻结伴来摘毛豆 两人合作力养大 毛豆每公斤六元 民众忙了 手摘到快抽筋 一天赚到四百元 虽然很辛苦 但景气差 找不到工作 这份零工可说是及时遇 多少能贴不家用 中文字幕志愿 张冲华王月芳 评论报道